企业所得税里面 那个收入部分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进入到超级重要的一块 就是扣除的部分 这一部分应该说是咱们考试的绝对重点 在咱们大体里头 差不多有一半的分值是跟它有关系的 所以这一部分学习起来 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咱只要把这部分内容搞定 那一半的分值项目一套手了 所以一定要把每一个项目规则记得非常准确 首先扣除这一块 我们讲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扣除的原则和范围 咱说一说大方向 哪些能扣哪些不能扣 然后又具体展开 说了说那些扣除项目 以及它们扣除的标准 有一些是允许全额扣除的 有一些是限额扣除的 然后我们又说了 那些是不得扣除的 这个内容超级重要 接着咱们还有一块会讲到这个亏损弥补的问题 因为企业是持续经营嘛 那前些年亏了 那现在我是不是要把原来那个窟窿给补一补 可以的 但是补亏也有一些细节的规定 也会在考题里面涉及 但重心肯定是在具体扣除项目这个地方 关注一下 那接着咱们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分析 首先看的是之前扣除的原则 这有五个原则会影响扣除 这个部分其实不太会出到题目 但是它对我们去理解后续的扣除项目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还是要听一听的 比如说第一个扣除原则 叫全则发生至原则 举例 说咱们单位租了一个写字楼 做办公室 那我一下子就支付了三年的房租 那请问这三年房租 我都能寄到支付当月的那个费用里去吗 能吗 这不合理 对吧 因为我支付的是三年房租 那它就应该在未来三年的期间里 去进行分摊 一个月一个月的去探到当期的费用 所以这就叫全则发生至 是吧 这是第一块 关于费用的扣除 有一个全则发生至的原则 再有就是配比的原则 那主要说到的就是成本 我销售了100台电脑 取得了收入 那对应着这100台电脑的成本 我就可以去截转 这块有收入 对应着就有成本 它们俩应该是一个配比的关系 好 接着还有相关性原则 也就是我们在企业所得税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税前扣除的这些项目这 你必须得跟你的收入相关 才让扣 你跟收入一点关系没有 那你就不能去扣除 比如说罚款 罚款你正常好好经营 会有罚款吗 会挨罚吗 那不会是吧 所以这个不能扣 说你老板自己的车 他那个车折旧 你能在你这个单位去扣吗 当然也不行 都是与正常经营 无关的支出 不符合相关性原则 不能扣 再有一个就是 确定性原则 确定性原则 就是说 我们在所得税前 能扣除的项目 它一定得是一个 确定的数字 不能是估计的数字 你比如说咱们会计上 经常讲究什么谨慎性原则 咱们要对资产 寄提一些减值准备 什么坏账准备 什么长期股权投资 也有减值准备等等 那些准备 都是你估计的数字 它不是准确的 确定的数字 所以那个减值准备之类的 一般情况 咱都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但是你说我这资产 真的发生了损失 是吧 坏账准备 你不让我扣 可以 因为那是猜的 但真的坏账 它已经损失掉了 收不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能扣吗 损失可以扣 但是准备 这是不让扣的 这就是确定性原则 另外还有就是 合理性原则 就是你得靠谱 不能太不靠谱了 你比如说 工资金金扣除 咱单位 有这些员工 那我们给员工发的 合理的工资金金 都可以去许前扣除 但是不合理的 就不能扣 这个不能太离谱 是吧 这都有一些个 这个细节的规定 回头咱们会展开 现在呢 你先了解这个 大的方向原则 好 接着 咱们来看一看 扣除的范围 这个也是一个 大的方向 咱们说到啊 这个企业正常经营 那你会有很多的支出 这个支出 有这么几大块 有成本 费用 税金 损失 以及其他 会有这些 那这些扣除的时候 要关注什么点呢 来简单看一看 首先成本 你卖货 有卖货的成本 提供劳务服务 那有相应他们的成本 是吧 你卖一些资产 都有一些资产的成本 另外费用呢 费用指的就是 三项期间费用 你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那这些内容 其实很重要 在后续 我们讲到 具体项目的扣除规则的时候 会强调很多点 你比如 销售费用里边 会有广告费呀 佣金呀 是吧 那我的广告费佣金 能不能全扣 或是 有没有限额扣除的 那个规定 另外像管理费用里 业务招待费 什么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等等 他们也是限额扣除的 也有限额的 那个标准要记 还有财务费用 咱们付的利息是吧 能不能全扣啊 那有全额扣的 有限额扣的 这个也要关注 那费用里边的 这个扣除规则 内容是比较多的 后续我们都会展开 来详细的说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税金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大家在这儿 就完全掌握它 到底税金 能不能税前扣除呢 还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有的能扣 有的不能扣 能扣的呢 有的是直接扣 有的是随着 折旧贪销 慢慢去扣 也不一样啊 好 来看第一类税金 就是费用化的税金 那么在这些税金 发生的时候 直接寄到了 我们会计科目的 税金 及付加里边 那当然它就会影响 我们的会计利润 进而影响 应拿税索得额 比如说消费税 咱们在计算的时候 都是借这个税金 及付加 然后代 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是吧 好 那这样 你做了会计处理以后 当然税金 及付加 就会影响损益 使得咱们的利润变少 那当然在这个 索得税计算的时候 它也一样嘛 一样也是 使得我们的 应拿税索得额 变少的一个结果 好 这是第一类 费用化的税金 能够直接税前扣除 然后还有一些税金 是资本化的税金 你比如说 弃税 我买房子 交弃税 那这个弃税 会寄到房子的价值里 寄到房子的价值里 当期当然是 不能税前扣除的 但是房子 它会折旧啊 随着折旧 是不是相当于 弃税一点点的 去寄到成本费用里 就税前扣除了呀 包括像 车辆购置税 一样的 买车的时候 花的这个钱 这个税钱 也是寄到车的价值里去 还有耕地占用税 进口的关税 不得抵扣的增值税 都是类似的情形 类似的情形 他们是通过 什么折旧摊销的方式 慢慢的来税前扣除 或者说进口的关税 你寄到进口货物的价值里去 那将来你卖这个货物的时候 一方面做收入 一方面节赚成本 再给它寄到成本费用里去扣 好 这是一类资本化的税金 慢慢的去税金扣除 然后还有一些是 不能税前扣除的这个税金 你比如说增值税 增值税是价外税吗 是吧 这个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然后还有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话 因为现在咱们是在算它的税机 在算应纳税所得额 你当然不能把所得税 在所得额里给减了 是吧 你得先有了这个税机 然后你才能算所得税 这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另外还有代他人负担的个人所得税 这个也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比如说员工他要交的个税 那应该是从员工自己的所得里边去出 是吧 单位你帮他去进行一个扣角可以 但是这个钱本身是他自己出的 好 那如果说单位你来帮他掏这个钱 额外帮他掏这个钱 那你寄到管理费用里 这块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要注意一下 当然有同学又说了增值税 那增值税不是说有能扣的吗 哎 那个咱说的是 你买东西的时候 有不得抵扣的增值税 不得抵扣的增值税 你要资本化 寄到这个资产的价值里去 它可以扣是吧 那能够抵扣的增值税呢 那你做了镜像 最后你肖像减镜像算税了 是吧 那个税 它是不能够税前扣除的 要去分清楚 不一样的 好 另外就是增值税 在我们的计算过程中 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时候企业所得税的大体力 也可能会涉及到增值税 增值税虽然它自己不影响 我们的这个赢纳税所得额 但是呢 增值税它会计算 成建教育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好 那这些成建教育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可是会影响 那个会计利润 进而影响我们的赢纳税所得额的哟 所以无论如何 增值税 你也得给它算对了 缓缓相扣的 每一个数据都重要 好 这是关于税金 能不能扣除的问题 然后接着 再来看一看损失 损失的类型有很多 比如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可能出现一些 这个资产的盘亏 是吧 盘点的时候 发现东西就是少了 或者是回损 报废有损失 或者是有什么 坏账损失 或者有什么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 那这些损失真正发生了 那么净损失的金额 我们是允许之前扣除的 大家注意 允许扣除的是净损失 什么叫净损失 也就是你的损失 要减除责任人的赔偿 和保险赔款以后 然后才能够水钱扣除 也就是你损失 得到弥补的那块 就不管了 真正没有办法弥补的那块 才是净损失 那算法上 我们这给了一个小公式 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损失 就是损失的资产本身的成本 另外 有一些损失发生了 那么它对应的镜像 也不得抵扣 也要做净项税额转出 那把转出的净项也加进来 另外再减掉责任人 或保险公司的这些赔偿补偿 之后的进入才是净损失 它可以税前扣除 那好 现在我做了损失 今年我损失掉了 那明年呢 东西又找回来了 是吧 那就找回来怎么办 那你 今年损失的时候 你是抵减了我们的应纳税所得 也就是少交税了 那明年 这个东西又收回来了 那肯定就要寄到收入里去交税咯 所以这个损失的情形 大家要了解一下 再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支出 只要跟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 又合理的 那满足条件都是可以去付出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在这重点 咱们来说一说损失 举一个例子 说假公司 由于管理不善 导致库存的一批原材料被盗 以至此批材料的成本为一万二 其中含运费两千 材料和运费的进项税额均以抵扣 保险公司赔付了五千元 算一算 我们税前可以扣除的损失是多少 实际上就是让你算那个净损失的金额 首先你想象一下 倒退一下 说这些材料你原来买的时候 一共花了多少钱 实际上你想啊 你应该是拿到了两张票 一个是材料的票 一个是运费的票 那个材料那张票呢 应该是价格一万 那税呢 当然就是一千三了 而运费的呢 应该价格是两千 而税呢 那就是9%的税率嘛 交通运输是吧 那就是一百八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两张票是吧 好那你一共花了这些钱 合计数都有了 那现在这批东西 因为管理不善被盗了 你是不是这些钱就都损失掉了呀 所以你损失的本来是这个数 也就是你的损失的资产的成本 还要加上他们 进向转出的金额 也就是你原来抵过的进向 现在由于东西不在了 不让你抵了 那你要转出这么多 好那你一共损失的 实际上就是这两块 加税合计的金额 钱都没有了 好 但是有保险公司的赔付 那这个咱们要剔掉 那剩下的就是你的净损失的金额 这是可以税钱口出的 好就是基本的计算 另外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这强调的是管理不善 导致的非正常损失 那么它的进向是不能抵扣的 我们要做转出处理 还有这个增值税的这块的 这个损失 但如果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注意就没有这块了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它的进向是可以抵扣的 不用做转出处理 所以我们要在审题的时候 看到关键词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涉及到了 增值税里的进向抵扣规则 大家一定要前后给它联系起来 要把这个各个税种 熟练的运用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